他敢公然打脸马云 拆牌李嘉诚 硬钢美国商务部 连美国总统奥巴马都亲自掏腰包 为他拍摄纪录片 而且一局斩获奥斯卡最佳纪录唱片奖 他就是玻璃大王曹德旺 凭什么 就凭他掌握着全球最大的汽车玻璃企业 国内每三辆车中至少有两辆使用的是服药玻璃 全世界每四块玻璃中 就有一块是出自他们的工厂 通用福特兵力大中部虎奔驰宝马奥迪等等 这些汽车巨头若失去了他 恐怕都得停产 过去江湖上一直流传着 中国真正的企业家只有两人 一个叫任正非 一个叫曹德旺 因为他们在各自领域都做到了全球第一 且都曾遭老美的打压 2009年 曹德旺荣英企业界奥斯卡 安用全球企业家大奖 成为首位获辞殊荣荣人 然而如此牛人 却并非中国首富 而是中国首善 在中国富豪榜 他甚至排在200名之外 马化腾 王征 张一鸣 李嘉诚等大佬的身价都远超他 但他的捐款却超过200亿 仅乎一半的身价 他不仅捐款 更要跟进每笔资金的趋向 确保学中送炭 2009年 他为西南汉再捐20亿 要求款项只达10万个贫困农户 并抽查10%的家庭 确保每个家庭都获得了这笔救命钱 更设立监督委员会 开创中国捐赠问责先河 他还投资百亿 创办福耀科技大学 为中国未来的发展培养人才 所以他确实配得上中国守山这四个字 那他为何如此热衷做慈善呢 他又是如何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的呢 他的成功力绝就两个字 自信 1946年 曹德旺出生于上海的一个富裕的家庭 父亲是上海最著名的永安百货的股东之一 母亲则是地主家的公主 那时候的曹德旺绝对是个富二代 然而 由于内战爆发 曹德旺的父亲 值得带着全家回到福州老家躲避战祸 就在他们到达福州的时候 却发现拉着全部家当的船只沉没了 一夜之间 曹德旺从富家少爷变成了身无分淫的穷小孩 因此 曹德旺的父亲不得不重返上海 但收入微薄 无法保证每个月都往家里寄钱 养育孩子的重担就落到了母亲身上 他一个人要养活六个小孩 曹德旺从小就帮忙种田 放牛 每天只能吃两顿饭 每天都饿得哇哇叫 但他的母亲却教导他们 不要把吃不饱的事情告诉外人 还亲自为孩子们修补清洗衣服 保持干净整洁 他要求孩子们保持挺直的腰板 不受外人的嘲笑影响 母亲曾经对曹德旺说过 穷要穷的轻 富要富的名 尽管生活贫困 但母亲的这些做法 无疑是给曹德旺树立了强大的自信心 到16岁的时候 他的父亲开始带着他一起涉足一些小生意 从卖烟丝 卖水果 到到卖白木耳 甚至给别人修理板车 曹德旺什么都干 但一直没什么起色 直到1976年 在父亲的建议下 曹德旺成为了福清县高山镇 异形玻璃厂的一名采购员 1983年 中央政府发布了一号文件 允许持续亏损的乡镇企业 进行私人承包 曹德旺得知 玻璃厂一直在亏损 果断拿出了自己多年的积蓄和房子抵押 入股玻璃厂 并募集了几个合伙人 迅速将玻璃厂承包下来 员工承包公司 当时那些街坊邻居都在嗑着瓜子 等着看待笑话 然而 自信满满的曹德旺 仅用了八个月 就扭亏为盈 赚了二十多万 在八十年代 当大家的平均工资 还只有四五十块钱时 二十多万简直是一个天文数字 合伙人纷纷选择拿钱走人 但只有曹德旺选择留了下来 他的想法很简单 厂里还有其他工人 他要对自己的企业和工人负责 其他合伙人认为 曹德旺的做法太傻了 当时政治改革开放 政策多变 然而曹德旺却选择了相信政府 正是这份政治自信 让他又赌对了 改革开放轰轰烈烈的 成为了中国发展的主旋律 源源不断的生意订单 也分支塌来 就在玻璃厂的生意蒸蒸日上时 曹德旺的目光 却锁定在了一个更高更远的领域 1984年 曹德旺出差南平 途中租了一辆面包车 他顺手买了根拐杖 想送给母亲 上车后 拐杖随手一放 司机却下的脸色大变 老曹 小心点 这车玻璃碰碎了 你可赔不起 曹德旺不以为然 直到司机告诉他 这块小小的车窗玻璃 要价六千块钱 相当于现在的几十万 中国当时没有自己的汽车玻璃 全靠日本进口 价格被垄断 让曹德旺气愤不已 愤怒之余 曹德旺开始思考 为何不做一块中国自己的汽车玻璃呢 让所有有车的中国人 都能用得起 用得上 用得好 他自信地说 外国人能做 中国人也一定能做到 于是 他说干就干 当时 汽车玻璃的技术和模具 都掌握在国外的手中 曹德旺带着团队 频繁往国外奔波 寻找合作机会 1987年 福耀玻璃厂 与一家欧洲企业合资 对方邀请曹德旺团队 前往欧洲考察 当时 国家外汇紧缺 每位出国人员 每天只有70美元生活费 相当于人民币500多元 这在80年代末 可谓一笔不小的巨款 然而 许多人出国后 仍过于节俭 甚至要求供应商请客吃饭 有人甚至背着大米去国外煮饭 目的就是为了将外汇带回国 但这样的做法 无疑是留给老外 一个不好的形象 于是 曹德旺召集大家 强调应该赶国家给予的出国机会 每天的70美元完全足够 不应在外国人面前丢脸 他明确规定 不准向外企提出各种要求 否则直接开除 当时出国的人并不多 曹德旺清楚地知道 他们是外界看向中国经济的窗口 他们的形象 直接影响着外国人 对中国未来的看法 这一幕是不是跟小时候 母亲叫他挺直腰板做人很像 正是因为曹德旺自信的气质 很快就赢得了老外的认可 考察接近尾声时 欧洲部门的总经理 主动邀请曹德旺团队共进晚餐 在卑躬交错之际 这位欧洲老总对曹德旺说 这些天的交流中 我们从你身上看到了格局和未来 你是未来为中国做玻璃的那个人 这句话成为曹德旺一生中最大的鼓励 两天后 欧洲方面同意将一台玻璃生产设备 卖给曹德旺 这台设备也为他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收益 然而 这位欧洲老总的评价有一点不足 因为曹德旺不仅成为了为中国做玻璃的人 更成为了为世界做玻璃的人 90年代起 曹德旺将目光转向国外 开始大量出口 并逐渐在英美德俄等多个国家建立了销售集散地 他的玻璃生意遍及全球 眼看就要成为世界第一 然而 老美对此并不开心 直接采取常规操作 以反倾销把他告上了法庭 称服药的低价竞争纯熟恶意 在此之前 中国企业大多不熟悉国际规则 一般遇到这种事情只敢认怂 但曹德旺不同 他坚信服药没有任何问题 于是一直诉状 把美国商务部告上了法庭 决定死磕倒地 这场蜡锯战持续了四年 烧掉了一个多亿 曹德旺成立了反倾销小组 加班加点找证据 最终 在2004年 老美服软了 宣布服药玻璃不构成倾销 这是历史性的胜利 因为从1989年到2003年 全球三千多起反倾销案件 有六分之一都是中国企业 而且从来没有人打赢过 曹德旺的自信和不卑不亢 让他赢得了这场官司 更值得一提的是 服药与美国商务部的官司打赢后 曹德旺的手下 在凌晨一点就给他打电话 告知他这一号消息 然而却被曹德旺通骂了一顿 就这一小时朝起我睡觉 可见自信的曹德旺 早已遇见 他能打赢官司这个结果 后来 老美商务部部长访问中国 点名要建曹德旺 但真正让外界 见识到中国制造实力的 却是服药的美国工厂 其实曹德旺到美国建厂 并不被看好 甚至招致不少非议 因为曹德旺曾经拥有美国绿卡 到美国建厂会让很多国人误以为 服药是美国公司 服药玻璃是美国玻璃 对于这样的误会 曹德旺马上去美国大使馆 退还了美国绿卡 但在美国建厂也并非一帆风顺 当时曹德旺看中了 位于美国俄海俄州戴顿市的 一处30万平里的厂房 然而 这座厂房的老板 是一位对中国人非常有偏见的犹太人 而且非常傲慢 一开口就爆出了3000万美元的价格 且不允许还价 然而 曹德旺听了并未生气 反而笑呵呵地说 你们犹太人是世界上非常了不起的种族 聪明且勤奋 尤其在做生意方面 无人能及 这一番话 让那个犹太人感到受宠若惊 差点忍不住笑出声 接着 曹德旺的笑容随即消失 他严肃地反问道 如果你要买厂房 你会花3000万美元 购买这么一个位置偏远 运输成本不利的厂房吗 犹太人被曹德旺的突然转变吓了一跳 但曹德旺并未给他说话的机会 继续说道 这里离我的客户很远 离供应商也不近 运输成本没有优势 而且据我所知 这个厂房已经空置了近五年 没有人愿意购买 你们交的税费和房租损失也不少吧 根据美国法律 空置达到五年的工业厂房 必须清理陈旧设备 进行检查 维护或加股繁星 费用至少也要近1000万美元 我的出现 难道不是你们的救世主吗 你们应该考虑如何留住我 而不是开出一个 连你们自己都难以接受的价格 这个厂房我只用一半的面积 其他部分我不会购买 只给你1000万美元 但你要明白 福耀玻璃的进驻 必将带动周边房价和经济环境的提升 你的另一半厂房前途不可估量 这就是福耀集团的实力和自信 他巧妙运用中国文化中的知己知彼 百战不带策略 对厂房情况了如指掌 对得犹太老板哑口无言 到了第二天的谈判 那个犹太老板已经没有了之前的傲慢 那叫一个客气 可是他们谈判的过程中 价格一直没有进展 曹德旺突然说 他愿意减少使用的厂房面积 并且额外支付500万美元 这让犹太人大吃一惊 不知所措 曹德旺解释道 中国人有一种文化 就是不能成人之威 我们确实用不了那么大的面积 所以不应该占这样的便宜 这种胸怀和智慧 让犹太老板感激涕零 也对中国文化更加尊重和敬佩 曹德旺的做法叫做求上得忠 就是打你一个巴掌 再给个填枣 让你觉得这个枣格外填 曹德旺还知道 强龙不压底投射 多一个朋友就多一条路 这些中国文化的精髓 美国人或许难以理解 但曹德旺成功地运用了他们 最终 曹德旺以1500万美元的价格 买下了14万平米的厂房 虽然在价格上没有得到实际优惠 但他树立了中国企业和中国人 在美国的地位和尊严 这是一场共赢的结局 在建设工厂和后期运行的时候 这位犹太老板帮了不少的忙 之后 尽管曹德旺在美国建厂 遇到了很多难题 但都被他运用中国文化一一化解了 或许你很难想象 9岁上学14岁就退学的曹德旺 为啥会这么有文化 因为他退学后并没有停止过学习 可以这么说 曹德旺在美国建设 是一则文化输出 也是文化自信的表现 有人来说 曹德旺没有文化 我说 你根本就不懂什么叫文化 文化跟知识是道跟树的区别 你学了会计计算机 因缘季节设计各种专科 这树是树 文化是道 讲不清楚 看不到 摸不着 但是无事不在 好像无法在空气里面一样 解决了厂房 又出现了管理上的难题 美国人习惯了左手自由 右手民主的生活方式 而曹老板的中国式管理 让他们难以适应 福耀觉得 中国人一小时能干完的 他们一天都搞不定 重点还不接受加班 让很多工作都无法正常推进 但美国人还嫌 福耀实心给的太少 还搬来了工会 摆烂的摆烂 抗议的抗议 然而 曹德旺都一化解了 并在2018年就能实现了盈利 后来 乃飞将这段故事 拍成了纪录片 这部纪录片 由奥巴马夫妇投资 专门记录福耀玻璃到美国开场背后 发生的那些事情 拍摄团队跟踪了曹德旺整整三年 毫无保留地展示了中美文化冲突 以及管理的差异 最终 这部纪录片 融合奥斯卡最佳纪录长篇奖 有人说 曹德旺的成功 除了要感谢那个时代的红利 还要感谢他深刻在骨子里 融进灵魂的自信 高盛的亚太区董事长就曾称 曹德旺是他所见过的 最自信的中国人 曹德旺吃尽了那个年代所有的苦头 却没有因此而沦为尘埃 而是自信的接管了玻璃厂 看到日本能做出车窗玻璃 他不仅相信自己可以 而且相信自己能做得比日本更好 因为对自己相当有自信 所以告赢了美国商务部 同样因为自信 在美国成功办厂 甚至创办福耀科技大学时 曹德旺同样充满信心 现在您把这样的理念放到这个学校上了 您觉得这个学校也得办成第一 但其实这个对学校本身的发展压力是非常大的 有什么压力 他那些办第一的都是能 不是神 他能够做到的 你也要做到 没有客观 所以没有得第一 都是在找借口 没有尽到力 当然 他可以第一 你为什么不能第一 这就是曹德旺的自信 为曹德旺点赞 期待福耀科技大学也能成为世界第一